在暑假時刻你會看電影看到了星球覺醒你會覺得哇這些星星腦袋好聰明啊 不過有些科學家看到電影播出之後就覺得我們要來研究一下看看人類跟星星之間 究竟有沒有可能星星統治人類結果研究的結果有個重大的發現 這個發現就是什麼人類的DNA跟黑猩猩的DNA只差了1.2% 那是否代表著人類可能被星星統治 這是電影畫面星球覺醒2它劇情大概在演什麼呢 就是說人類在未來因為某個瘟疫而造成人類的滅絕 但是在舊金山那兒有一些美國人倖存 但他們需要電所以他們就跑到山上面去 想要找水庫發電但是山上住了一群星星 星星誰統治就是第一集裡頭的那個Sisa 跟人類一起從小長大的Sisa 那Sisa它是鷹 它是鴿派 可是裡頭有鷹派的星星 他們認為人類就是對我們有威脅 所以要跟人類開戰 但Sisa覺得不要 好 最後還是開戰了 開戰之後到底誰會贏 誰會輸 將來的未來 真有像電影裡頭可能會這樣嗎 星星統治了人類或者跟人類開戰嗎 或者跟人類有鴿派 鷹派之分嗎 好 其實這類的電影 不是只有這一兩年才開始演了 大家來看我這個海報 最重要的電影海報 其實在1968年美國科外片 人圓星球 1968就演了 也演了這個Blend of Abs 就是什麼 說星星跟人之間的這個 到底它跟人像不像等等 好 講到像不像 像啊 因為從2005年開始 根據這個研究靈長類的科學家 他們就去做基因定序 發現啊 結果說 他把三種物種 一個叫人類 一個叫黑猩猩 還有一個叫日本明猴 就發現人跟黑猩猩的排列定序 DNA排列定序 高達98.8%是相同的 這麼相近啊 只有1.2%不同 那不同其實1.2% 幾乎就是根本沒什麼不同的意思 是啊 那人跟日本迷猴呢 差多了喔 只有93.5%相同 有6.5%不同 所以也就是說黑猩猩跟你比較親啊 對 跟你和我都很親 糟了 當然啊 這個科學家就會去想啊 說那你說還是有1.2%不同啊 那到底黑猩猩跟人類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有的科學家就提出了一個論點 我們認為黑猩猩不會使用工具 還有他不會講 他不會語言啦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先來講語言好不好 來 在國外有一隻黑猩猩 他叫做坎茲 他從小就跟凱撒一樣 電影中的凱撒一樣 一起跟人類生活 結果他現在能夠用鍵盤 說出500個單字 或者理解3000個詞彙喔 好 那你現在來看影片 你就會發現人類說的話 他真的有一些都懂耶 來 我們來看 這麼厲害 可以把你的球放一些塑膠 在你的球上嗎 那是很棒的 非常棒的 謝謝 你看到沒有 他說塑膠在你的球 塑膠是什麼 等一下 對 球是什麼 球 對不對 好 OK 他真的把人家放在我的球上 他接著還講說 把可樂倒到水裡面 他也聽得懂可樂跟水喔 對 好 還有你去拿 拿什麼 拿刀子切洋蔥 你現在回頭去拿小電視機 他也去了 他說 他完全聽得懂耶 對 好 所以單字聽得懂對不對 語言跟人類有不同嗎 所以這個就被推翻了 工具 使用工具 剛剛不是講說 他可能不會使用工具嗎 結果你看他會啊 現在是在幹嘛 各位 他就拿刀在切洋蔥是不是 他的手子簡直就跟人一樣 所以這段影片 他暴露出一件事情 工具他會用 而且他也聽得懂人類 講的語言的一些單字 好 再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由日本京都大學 林長燃營業所發表的 另外一段影片 這個影片很簡單 你有沒有看到 剛剛在一瞬間 畫面上出現了一些數字 由小到大 然後不到五分之 大概就不到一秒 大概五分之一秒 他這個數字就不見 就反白了 對啊 然後這時候科學家就要欣欣講 你從這個數字的從小到大 並且位置也不能錯 唸給我聽 也不是唸給我聽 就指給我看 好啦 不到一秒的時間 可是成一秒的時間 不到一秒的時間 他就記起來了 可是我現在一直盯著螢幕看 我記不出那些數字 究竟在哪個位置 我下個結論 你帶立剛比他笨 沒有錯 不是只有你 我也是 就是我們的記憶力沒有他強 好 我再講一次 瞬間的這種 你看數字還不是照順序排列的 我再講一次 這隻星星 他只花五分之一秒的時間 數字由小到大 位置都記得 好 科學家下個定義了 他說其實五歲的黑星星 比成人的記憶力還要好 好 再來立剛 剛剛我罵了你笨 我也罵了自己笨 他比成人還好 比我們大人都還好 但是我們兩個人 也不要那麼難過 因為有人也是一樣 慘遭滑鐵盧 英國有一個科學研究 他就找來了英國的一位 會計師叫做Plydmore 這Plydmore他很厲害 他一天大概要記 400個數字都過目不忘 結果英國就找了一隻黑猩猩 來跟他PK 這隻黑猩猩叫做布 結果這隻黑猩猩布 他就跟Plydmore開始PK PK什麼 一副撲克牌 52張牌嘛 對不對 好 我把這52張牌給你們兩位 星星跟Plydmore都看一遍 30秒 你們只能看30秒 看完了嗎 好 開始 從第一張到第52張順序 全部給我唸一遍 花色也不能錯 黑桃1 還是什麼Spey K 還是什麼的 都不能唸錯 結果呢 結果會計師Plydmore只對了3成3 而這個星星呢 他對了將近是9成 怎麼那麼厲害 好啦 結果呢 這個整個實驗的過程的拍攝畫面 都被拍攝下來 因此當時英國有個節目叫神奇動物 就覺得超神的 所以他說他要把這段影片拿上去播 你知道嗎 會計師Plydmore跑去跟製作單位講 你要播黑猩猩整個神奇的過程 我沒有問題 但是拜託你 我輸給他 那一段請你不要播 因為我只要想到 我就覺得很丟人 就更小 你說 到現在為止 你還認為像是星球崛起2的裡頭 星星統治人類的劇情 不會真實上演嗎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的是 在這種短期記憶當中 星星的他的記憶能力 比我們人類還要更強 瞬間他可以把許多數字 就像畫面當中一樣 把它給記下來 但這就代表著說 人類是否就真的輸給星星了呢 但剛剛從博弈賽當中 也可以發現 星星的記憶能力 真的比人類還要好 好 曾古德他曾經問過台灣觀眾 台灣民眾幾個問題 三個問題 他說第一個 你認為星星聰明 還是人類聰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星星的辨識功能 會超過人類嗎 第三個 星星他辨識的方向 好 是比人類好還是比人類差 你說這三個答案 如果那你答對的話 好 有講一顆蘋果 如果答錯的話 打一板屁股 那你猜猜看 我剛剛講的這三個答案 結果曾古德的研究 他已經證實了一項事情 什麼事情 星星 只要是五歲以上的星星 都比人類聰明 你是說五歲以上的星星 都比我們人類聰明 你就說等於在動物園裡面的 那些星星他還比人類聰明嗎 我們從博弈理論看 你博弈論 他講的是一個囚徒的困境 人經常會在囚徒的困境裡面 受到了很大的壓力 那星星會不會 我告訴你 星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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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你要跟人類來玩捉迷藏的話 請問人類會先找到星星 還是星星先找到人類 那我問你 那應該是人類先找到星星 錯 因為人類會用智商去 利用他的智慧去思考去找 好 結果居然怎麼會是星星 從日本 從英國 從珍古德他們做的所有的實驗 證明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 你跟他去玩躲貓貓 或者捉迷藏的話 星星我告訴你 五秒鐘他就找到你 人類要找到星星 還不見得找得到 一百年你都不見得找得到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他方向感 他的靈敏度 還有他的靈活度通通超過人類 對 對不對 對 你講的肢體的動作方面 的確超過人類 對 還有腦袋 他也超過人類 因為星星能夠記下來的圖案 還有一個 星星只要看到前面有一個東西不對的話 你要找到他是非常的困難 他有躲避的功夫 那你曉不曉得 為什麼星星 他未來能夠統治地球 因為依照納許不合作的 不合作理論的賽局 好 他已經講了 人類之所以能夠存活 是因為他要合作 但是星星他從小生下來 他從一歲開始 他就要辨識他的環境 所以他是叫做 類似於叫做孤軍作戰 所謂孤軍作戰的話 因為他有種族的暴力 他有族群的暴力 不是種族 第一個他有族群的暴力 還有第二個他要躲避了天然的災害 然後第三個他要躲避 所有對他最大危害的一些 像好比說比那個星星 還要雄壯的老虎獅子那些 所以他從小是在一個 危機重重的環境當中長大 而人類從媽媽 從爸爸媽媽的肚子裡面出來 尤其從媽媽肚子裡面出來的話 都是我們保護者 但是人類之所以能夠 贊受星星 只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合作的條件 因為人類知道 如果我不合作的話 我會被星星整死 那第二個 就是說星星懂得人類的語言 但是星星的語言是片段的 不像人類的語言是啪啪啪啪 可以連貫的 所以他在連貫的過程當中 他學習的經驗 還有他合作的對象 能夠讓他免除危害 但是星星是孤立的 所以是單音節式的 他雖然在各個方面都超過了人類 但是在集體作戰方面 真骨得獎 真的他是不如人類 因為他們孤軍作戰 或者族群作戰 只會得到一個後果 因為人類可以圍剿 而星星是單兵作戰 如果未來碰到星星的話 千萬不要跟他進行單兵作戰 因為人類絕對不如他 人類真的不如他嗎 從短期記憶 從一些上面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星星還比人類強 五歲的星星就可以贏過一個大人 但是如果星星的語言可以穿聯起來 星星的構想 還有包含星星的團結合作 可以做起來 是否人類就要被星星統治了呢 我們休息一下 來揭秘